中共二十大落幕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 在美国之音发表文章 《国事光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代》结束 中共二十大的生成主题 文章指出 在我看来 中共二十大的最大主题 在于事实上宣布了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已经结束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似乎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请吴国光研究员来谈谈 在二十大报告中 习近平仍然宣称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他会得出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代已经结束的结论 如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取代 那么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内将会以什么为中心 再往下我们看看 习天下时期治国中心的大重制 将会带来什么样的重大政治意义和政治后果 吴国光教授你好 欢迎从加州参与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小平你好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我们吴国光先生这么一大早 从加州为了跟我们观众互动 他起得非常早参与这个节目 那么我就开始提问 那么第一个问题我比较好奇就是说 人们关注的是什么胡锦涛在这个会上被扶出去 争论他生病了还是别的原因 或者是这些常委的人士等等 那么您呢把眼光转向了这个治国路向的一个问题 那么你为什么盯住这一块呢 当然这个你讲的就是对 这个事情呢关系到中共的所谓基本路线 我们就是说他的治国的路向 这个会关乎中国未来几年的基本的发展 也会关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那么所以这个问题当然我觉得是比较重要了 事实上呢你刚才讲到比如说胡锦涛在闭幕式上 所遇到的这个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的这么一个情况 习近平开始了他的第三个任期 那么习近平组织了这样一个他的顺手班子 这些都是重要的事情 都是值得关心的事情 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中共的党代会啊 我以前讲过就是一场大戏 那么这个大戏呢可以讲呢就是说 我们当然也愿意看一看就是说 三花脸还是大黑脸 这个是翻跟头啊还是甩水秀啊 这些应该都是好看的 但是我想呢就是说 还是应该同时关注他的这个剧情 到底是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观念 是要讲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意思 这个是我关心这个的这样一个 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 关心到这里来了 好那么下面我们把眼光的转向 你在美国之音发表的您的这篇文章的 核心的观点啊 那么你就认为啊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啊 这个中心已经被啊挪开了 那么实际上呢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里头呢 仍然在强调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那么有一些专家 例如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研究所的所长 郝福满呢他也认为呢他说这个中共二十大呢 没有揭示经济政策的任何新方向 那么整体的经济方针呢是否会是中国所需要的正常模式等等 还有待观察 而您呢这时候就已经下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论 那么你以什么来支撑你这个结论呢 我觉得我这个结论呢不是下的早了 而是下的晚了 事实上呢这个习近平以这个另外的中心 或者说不再把经济建设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这个实践呢至少在疫情开始以后 疫情已经三年多了嘛 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势 如果要是你刚才讲习近平在报告中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个我抖胆啊和小平同志看法不一样感 这个我和习近平一样了 对和小平同志唱反调了 实际上就是习近平在报告当中呢 只是讲过一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叫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共十个字 那么如果咬文嚼字的话呢 就是习近平的报告是三万多字 那么就讲过这么十个字一次 可以说占的篇幅是三千分之一 不到因为它是三万多字嘛 那么在哪里讲的呢 这个报告呢一共分为是十五个部分吧 那个第一个部分第二都没有讲 结尾也没有讲 开头结尾一般来说对我们写文章的人都知道这是比较重要的 要把主题突出出来的 它都没有讲到 它是应该在我看一下是在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倒数第五段 第二句话 还不是每一段的第一句话 那我们写文章的人都知道这个每一段的第一句话 一般被认为是主题句 提起这一段的这样一个组织 这十五部分没有一部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作为一小标题的 所以在这些意义上来讲呢 就是说单纯从文本来讲 不能说是习近平强调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那么我们知道习近平除了这个官室的报告以外呢 在这个党代会的不同的场合 主席团也好 这个闭幕式也好 可能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不知道 比如说中央全会 已经报道说他做了重要讲话 那这个讲话的文本当然现在没有公布出来 这个从已经公布出来的文本来看 至少没有看到习近平再次重复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十个字 也就是说整个在这个党代会的这个期间 习近平就是在他的三万字报告中 在一个非常次要的地方 以十个字讲了一次 就没有再重复过这句话 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论据呢 就是每一次这个党代会呢 都会通过一个决议 就是关于这个报告的决议 这个报告嘛 按照中共的这个官室的程序 就是上一届的中央委员会 向这一届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做的工作报告 那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以后呢 要给出一个决议 表示说认可这个报告 那么这个决议呢 一般就是会把这个报告的主题思想 最重要的东西呢 加以这个发挥 那么我没看到这次这个决议呢 完全没提这十个字 我老眼昏花也许看错了 大家可以再去查一下 我注意到呢 这个报告讲了五个坚持 什么我不想重复这些东西啊 什么坚持党的全面统一领导啦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啦等等 没有再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那么所以还有呢 也许再补充一个论据吧 就是党章 中国共产党呢 章程这次做了修改 这个修改当中呢 加进了一些论述性的 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 就是所谓习近平新时代 这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这个思想的一个理论的一个 这几年的新的发展 那么我们看到呢 他修改了很多东西 其中呢 仍然是只有一句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那么这一句是放在哪里呢 是放在序言里 论述邓小平这个理论的时候 这个可以说是 把这一句呢 放在邓小平的名下 然后接下来讲江泽民 接下来讲胡锦涛 然后接下来讲习近平 然后就没有在习近平这里面呢 再提 然后后面呢 也没有再提 这个实际上呢 并不是说 他们就觉得 在邓小平的名下讲就可以了 因为呢我们看到 在党章当中 也把习近平在报告当中 这个在其他的场合 再三强调的一句话 叫做统筹发展与安全 把这句话呢 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章程 那么这句话可以再写 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在后面 也可以再写一句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 这个当然呢 就是说 这么讲吧 为什么在那个地方还是有一句呢 那我想这个就是在第三部分 倒数第二段 这个第一 不管一下 大家去查 就是为什么还讲了那么一句呢 我个人的这个解读呢 就是这个报告呢 在起草出来之后呢 也许起草的过程当中 大家延续过去的一些讲法 就把这句话写进去了 那么习近平看的时候呢 我想呢 如果大笔一挥把这句话勾去 可能会引起高层的一些 这个怎么讲呢 各种各样的反应 这是一个可能 就实际上呢 习近平这次呢 不想明确的讲 我不在意经济建设为中心 他不会讲这句话的 实际上经济建设呢 仍然是很重要 这个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讨论到 第二个呢 就是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 中共有官方的报道 说这个报告 在起草的过程当中 那么经过 可能几千名官员的 这样一个讨论吧 这个讨论当中呢 这个过去我有过这个经验 就是中共十三大期间 我也参加了这个报告的起草 那么这个起草的过程当中呢 会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 这些人来提一件呢 不会就重大的主题 说你这个报告怎么是 以这个东西为主题啊 不会有的 当然也不止讲说 这个豆豪是不是应该改成句号啊 也不止遇到这种所谢的程度 那基本上呢 就是把一些过去中共的文件当中 讲的一些话 这一次呢 可能不知道是写作人的忽略也好 还是上边友谊也好 那么没有讲的话 他们会可能拿一句出来说 这句话是不是可以添上啊 或者是呢 再一个更普遍的现象呢 就是从自己的这个角度 他是主管什么工作的 他是来自什么地方的 就会说 我们这个事也很重要 是不是应该在报告里提句啊 所以我们这个写报告的人呢 就说呢 这个政治报告 实际上现在是叫工作报告了 但是因为延续中共七大的这样一个 毛泽东时代的这样一个习惯的说法 还把它叫做政治报告 就是政治报告是个框 乱七八糟往里装 那么实际上呢 装归装了 就是说哪些东西是大家乱七八糟装进来的 哪些东西是这个最高层 想强调想突出的 这个实际上呢 读一下都是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 那我也讲太长了 我还可以在这个方面 我还想再讲一点 这个这个 对我这个吴先生 我特别好奇 就是说你说这个政治报告 是个框乱七八糟往里装 那么很多时候 大家就对这个他说什么东西呢 并不怎么在意 而特别的关注这个 他究竟要做什么 那么你从这个角度有解读吗 对我想你讲的很对 我想就是事实上呢 这个我们阅读中共的各式各样的官方文件呢 我想是有一个方法论问题 这个中共的这些文件 你看有很多漂亮的话 这个你看这个党代会的报告也好 这个党章也好 他们都讲了以人民的这样一个为中心进行发展 也讲了以这个要什么全过程的人民民主 权力属于人民 这些话能信吗 这些话我们能当真吗 我觉得呢 这就是说可以讲呢 中共的官方文件 包括这次习近平的报告呢 我想粗略的分的话 至少可以这么讲吧 一种就是说假话 假话这个充斥着很多很多的假话 这是第一类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没面话 没面话不一定是假话 对这个他可能就是为了 这个各方面的利益也好 摆平也好 这个等等 你比如说他们仍然讲 这个邓小平的地位 江泽民的地位 胡锦涛的地位 也许胡锦涛的地位 现在这句话变成假话了 但是其实邓小平江泽民这些话 也是一个没面话吧 这个还有 那么第三呢就是他们自己 还有就是废话 没面话和废话还不一样 像这个我刚才讲的 乱七八糟王李庄里边 可能很多就是废话 当然这个当然不容易区分了 那么我想第四个呢 还是他们真正想说的话 那么这种话呢也是有的 也是不少的 我觉得阅读中共的这样一些 官方的东西呢 要有这么一个基本的方法论 区分什么是假话 什么是没面话 废话 那么什么是他真想表达的意思 那么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小平你刚才强调的 就是要不仅要看他说了什么 还要看他做了什么 这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 最喜欢用的一句话 我们也不妨重复一下 叫做听其言 观其行 实际上呢 比如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个事本身吧 这个是1978年12月 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 那么实际上那次全会呢 提出了两个重大的转移 一个转移就是所谓 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这是一个 那么再一个呢 这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呢 还向全体中国人民呢 做了一个承诺 就是不再搞政治运动 那么实际上 为什么我们从来 不会去讨论后一项呢 因为后一项是个假话 因为他这个承诺呢 不出三四年 他就自我打破了这个承诺了 我们知道 毛后时代的第一场之路运动 在1983年就开始了 就是所谓反对精神污染 那么在一些好多地方 当时我们都经历了这个事情 以至于发展到 有一些地方的工作人员 拿着剪刀 就上街剪这个青年人穿的那个 那个时候喜欢 有喇叭裤啊 就是这个裤腿下边 忽然间放开一个 放得很宽 也有那个所谓瘦腿裤啊 就是牛仔裤嘛 还有剪这个女青年的长头发 不要这个长过肩膀等等 当然还有更严重的东西了 对就是批判所谓来自国外的 特别是西方的 当时就是港台的东西很多 这个可谓精神污染的东西 那么这个事实上呢 在1980年代 那么这样的政治运动呢 不止这一次 我们知道1986年底 1987年初 又进行了反对资产业绩 自由化的运动 然后呢 这个所以呢 谁都不会再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讲的这个 不再搞政治运动这句话 当做一个认真的话题来讨论 因为这句话是一个假话 已经被他的实践自己否定了 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 应该说自从这个1979年 那次的官方文件是宣布 全党工作着重点 从1979年开始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那么从1979年开始 我们看到确实中共呢 把他的最大的精力 是放到了进行经济建设 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上来 那么甚至在1989年 经历了这样一个 重大的这样一个政治危机之后 那么虽然在短暂的一两年内 特别是90年 91年 两年多吧 两年半左右的时间里 他是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 但是呢那个时候呢 这一点没有结束 因为这个马上邓小平就 在1992年有了所谓南巡 又重新再次推动这个市场化 推动对外经济开放 推动落实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那么从那以后呢 一直到最近的前几年 我们看到呢 可以说经济呢 非常的这个受到重视 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实际上 吴教授啊 这个戴耀平 戴耀平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个 一百年不动摇 是不是也就在这时候提出来的 对 因为就是实际上呢 1989年以后呢 这个东西就动摇了 因为这个当时中共高层呢 有一些人是主张以反和平演变 这个作为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所以呢 邓小平就说 这个是党的基本路线 坚持一百年不动摇 其实我们我想呢 这个这只是邓小平 当时为了表示一个决心 他是一定要继续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一百年这个东西呢 我想我们不能拿它太当真 这个话也不能说是一个假话 但是呢 这只能说是一个大话 或者是空话 就像邓小平还讲了 这个香港五十年不变呢 这个香港 我看不到五十年 就彻底的变化了 大大的变化了 那么毛泽东还讲了 一万年太久呢 对 这个 他们就讲这个话 这一百年这个话 一百年不变 就是为了表示一个决心 就是说 就是说我要坚持这个东西 很长很长时间的 你现在不要给我推翻了 至于是一百年 还是一百零五年 还是四十四年到现在 或者其实就是四十 也许就是四十年 可能三四年以前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想这个呢 也不能去抠这个字面的意义 OK 但是我们这个观众啊 非常好奇 我也好奇 就是你把习近平啊 这个字面上的意义呢 给他看透了啊 但背后是啊 要放弃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 那么他这个第三任 现在就拿到手了 那么从第三任开始呢 他会将什么作为这个 他的这个执政啊 这个市政的一个中心去对待呢 这个我们很好奇 我想呢 也不能说经济建设呢 对中共不再重要 实际上呢 你注意一下的话 会发现习近平很喜欢 讲全面这个词 四个全面啊 这个我记不住 四个全面都是全面干什么 但是他是不断的讲全面 那么这次的二十大 他的报告的主题 他自己讲是 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 这个所以呢 他喜欢讲全面 全面这个东西呢 就把中心 过去中共所讲的中心 至少给他模糊了 至少给他降级了 也许是两个中心 也许是三个中心 要套用一句 文化大革命当中 喜欢讲的话 多中心即无中心 所以呢 事实上呢 讲全面 就是等于过去讲的这个中心 不再是唯一最重要的东西 不再是压倒一切的 最重要的东西 我刚才讲到就是1989年以后 中共还讲过稳定压倒一切 实际上那个时候呢 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呢 它已经隐隐然 被保持政治稳定 保持社会稳定 也就是保持共产党的 这个垄断 权力地位 开始和这个相匹配了 但是呢 在实践当中 包括在这个文本当中 都没有明确的 像今天这个样子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那么当然习近平讲全面 其中呢 我想呢 也不可能 什么东西都是中心 比如说 他也很强调 很强调环保啊 对 他也很强调民生啊 这些呢 有些东西是漂亮话 有些东西是假话 有些东西是说了以后呢 做不到 这个在这个意义上呢 也许就是废话 有些东西也有一些真实的含义 但是呢 也不可能有这么重要的地位 那么很明显呢 他这一次呢 就是刚才我引的那一句 叫做统筹发展与安全 那么就把安全呢 提到了一个和经济建设 至少是同种重要的 这么一个地位 那么也可以说呢 他至少是两个中心 那如果你通篇去看一下 他这个报告呢 会意识到 可能呢 安全呢 这个重要性更高 安全这个重要性更高 那么安全呢 就是实际上 吴先生 我跟你说 就是安全这个字数 在他的报告里头 出现了91次 我用那个搜索 我搜索91次 那么文本上呢 他叫中心的话呢 一个是经济建设为中心 另外还提了一个 以人民为中心 那么你现在呢 把这个安全提出来 等于是 经济人民 这两个字面上是中心 安全呢 是他的这个潜意识的中心 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想是 其实我也找到 他的文本上的一句话 就是这个党的 什么什么党代会啊 这个最后 对这个报告的决议里面呢 有一句话叫做 把维护国家安全 贯穿党和国家工作 各方面 全过程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就是一条主线 当然这个 这么一个大党 这么一个大国 这么一个 这个复杂的世界 很可能呢 他会在 讲到各个方面的时候呢 都会有很强调的 这个语气 这个东西就是 所谓听话听音 这个锣鼓听声了 那么也是就是 我们看到他 这个整个文本的 这个论述也好 实践也好 那么我看的都是 把安全呢 放在第一位 那么安全呢 我个人的理解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一个意思就是 在国内 维护政权安全 那么就是要维护 共产党的这样一个 垄断政治权利的 这样一个地位 那么也就是说 经济发展 必须为这个东西服务 而不是其他 而不是这个东西 为经济发展服务 那么过去 也是经济发展 为这个服务 但是呢 他会感觉到 就是说 我必须为了经济发展 在这方面 有点让步 比如说 可以容许一些 这个社会多元力量的出现呀 必须借助私营企业 来发展中国经济呀 所以呢 私营企业显然和 共产党垄断权力呢 相互之间 在他们看来 可能是有矛盾的 而且呢 很可能 我们长远来讲 会对共产党 垄断政权 形成一种挑战和威胁 所以呢 过去尽管 也是稳定压倒一切 也是 毫不放松 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 但是呢 因为经济 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 所以呢 他必须要容忍一些 这方面的这样一个 挑战的因素 乃至于 对他威胁的因素 那么从习近平 至少 现在开始 也许几年前 就已经开始了 就是 不能再容许 这些因素 来挑战 这个共产党的这样一个 权力垄断地位 那么对外来讲呢 就是 他讲的要 所谓推进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这个实际上呢 就是说 他不断地讲 这个维护国家安全 讲国家安全 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这句话呢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实际上 所谓国家安全呢 就是要在整个世界上 那么呢 不容许 有挑战 中国 共产党 垄断中国的这样一个 政治权利 公共权利 国家权利 这样一个地位 那么你和我做生意 不要跟我讲 就是说 按照你们的那一套 西方的那一套 人权也好 民主也好 自由也好 法治也好 要按照中国的这套来 那么 随着中国的这个 国力在过去的 几十年的增强呢 那么习近平呢 还想进一步 在这个国力增强的基础上 把中国的这个 这种 做法呢 尽可能多的 推广到世界的 其他的地方 那么当然有这个野心 是不是有这个能力 这是另外一个事情 那么为了安全呢 当然就要强调斗争 所以这个 我想小平 你可能也注意到 安全这个词之外呢 可能斗争这个词 出现的频率 也非常高 什么几个伟大斗争等等 这个我想呢 既然 22次 这个报告里 出现了22次斗争 而且呢 他有一篇文章 实现伟大梦想 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这个他提出来了 是 所以我们很难想象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词 比如说 经济斗争 我们很难讲这么一个词吧 如果要讲经济斗争的话 那既然实现伟大梦想 那你的梦想 如果就是经济发展的话 那你用斗争来实现 这个伟大梦想吗 那你要进行经济斗争吗 当然呢 我是相信 在经济领域里 中共政权也会进行很多斗争的 但是呢 这个斗争呢 显然 所要实现的 不是经济的 这样一个增长和发展 那么可能是实现的 经济上的这样一个 比如说要素分配 比如说这个 所有制结构等等 他要通过斗争 去把它扭转到 符合中共利益的 这样一个方向上来 在国际上也是 经济合作 经济交流 这个我想它还会进行 但是如果是 伟大斗争 贯穿于这个 实现伟大梦想的过程当中 那么如果这个梦想 就是中国经济体量 全世界第一的话 单纯这么一个梦想的话 我想它不会用斗争这个词 这个所以我想呢 在这个意义上呢 我不认为我对 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个时代的终结呢 是一个对 对习近平报告也好 中共二大主题也好呢 这么一个过度的解读 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 实际上我们的认识呢 是落后于实践的 是落后于实际发生的事情 实际发生的事情 发生了几年以后 我们再去看一些东西 再去想一些东西 才意识到 原来这个里面呢 可能含有这样一个主题 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不去明说呢 实际上呢 这个我们都知道 如果这个事情呢 不太得人心 它是不会这个 去明确地加以强调的 实际上呢 就是说 中共呢 我刚才讲呢 也不会放弃经济建设的 这样一个重要的 这样一个工作 那么也不会呢 认为经济建设就 完全不重要了 实际上呢 这就是 怎么讲呢 这就像一家人家 天天都要吃饭 那并不是每家人家 都把吃饭放在 第一位重要的 都是说 我们家的这个 一切活动都以吃饭为中心 对于我们穷人家 很可能 可能以吃饭为中心 那么大家都去搞饭吃 那么对于稍微有点钱的人了 就可能就 不再以吃饭为中心了 那不再以吃饭为中心 就表示你不要吃饭了 也不表示说 你不再挣钱 不再去挣钱 支持你的吃饭了 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 我觉得不要有这样一种 非黑即白的 这样一种方式呢 去分析它这个东西 当抓住主线的时候呢 并不表示说 它第二位重要的东西 第三位重要的东西 它就不再做了 我们现在看到呢 确实 二十大的这个 习近平的报告呢 也把很多的篇幅 放到了经济方面的 经济的发展上来 这个我想呢 这并不意味着 就是说 中心不中心 这个争论呢 就是说 或者说 我这个说法呢 就被你说 讲了很多经济发展 经济这个词的 这个出现的频率 不知道你是不是有统计 是不是也很高啊 OK 当然 好 这个 它 你强调这个 经济这个中心 一旦被重制之后呢 你强调了安全的这个重要性 和后面跟安全伴随的这个斗争 那么下个问题呢 就是特别关注就是这个 大重制之后的这个政治后果 那么我们看到啊 有观众有这样一个意见啊 就美国之音啊 在征求观众意见的时候呢 就说啊 外界流传一种说法 就习近平呢 上场收拾高端人口啊 李强啊 上场收拾中端人口 而蔡奇呢 上场收拾低端人口 那么他们这一个梦幻的组合 所以有一个叫小郑州的这个网友啊 在我们的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啊 这个评论区后面呢 就留了一个言说 中国经济将被这般人带入地狱 那么老百姓最担心的一个后果 那就是一旦经济不为中心之后呢 老百姓的生活会不会准备过苦日子 我想听听你这方面的意见 这个这是习近平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判断 他也把他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功绩 就是说实现了小康 这个什么中国千年梦想的这样一个目标 那么我们知道小康这个东西呢 是邓小平在1980年代初期提出来的 他其实当初提出这个东西呢 是受了当时在位的这个 应该是在位吧 我现在记不清楚 总而言之吧 也许是在位首相 也许是刚刚卸任的日本首相 大平正方启发 所以你如果去查一下的话 你会看到邓小平还不止一次的感谢大平正方 其实我讲到这个花絮呢 也是这样让中国的这些小粉红们了解啊 就是说你一味的这个反日也好 反美也好 实际上呢 看看你们的祖宗啊 包括毛也好 包括邓也好 这个实际上他们有很多 也许放在今天会被你们扣逐笔伐的这样一些说法 那么这个目标呢 邓小平提出来了 那么习近平现在说呢 是在他手里实现了 那么实现了以后呢 当然他就提出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的目标 那么有小康和没有小康 按照习近平的说法 这个是中国千年以来不同的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千年以来中国都没有实现小康 但是这个说法呢 我觉得是可以存疑的了 实际上我可以去研究一下历史 这个我们仓促之间没有做这么充分的研究 涵盖中国过去一千年到底经济发展状况怎么样 人均这个收入水平怎么样 这个不了解 这个不敢妄自下结论 但是呢我想呢 总而言之习近平是要讲 那么这个阶段结束了 那么下一个阶段 中国人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呢 他就说你已经过上了小康的日子 那么现在不要再继续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也好 那你这个小康日子至少还会继续下去吧 所以我觉得呢 习近平他的这样一个想法 他的这样一个思路 和中国一般的民众的思路想法 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这个呢恰恰就是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体制 他的一个特点 当他遇到这个 比如说邓小平在当年 他在要争取自己权利的时候呢 他会提出一些符合民众利益的这样一些想法 那么习近平在他争取权利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 主要是依靠强力的这样一些措施 我们给美国之音呢 做一个这个小这个视频啊 小节目的推荐 那么这个推荐的这个是一个呢 VOA加的这么一个啊 流媒体软件啊 新媒体的应用程序 那么通过VOA加呢 观众朋友们呢 可以随时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 纪录片 英语学习课程和特别的节目 当今真相为重 掌握全球脉动 只要点击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积来 追踪政治动向 体验真实生活 世界各地的声音 随时随地轻松获取 现在就下载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 我们观众朋友们啊 给这个吴国光先生留言 或者是问题或者是点评啊 那么由于时间的问题呢 请我们的吴教授啊 这个尽量的简单的回应 我们的观众的点评啊 这个江藏啊 他在推特上留言啊 他说啊 这个经济重心被改变呢 后果非常的严重 他说习近平这个人啊 非常的固执 看他怎么清零就知道了 他讲政治不顾经济 也就是不顾人民死活的人 那么我想听听 吴教授你怎么回应 这个观众的点评 我赞成这个观众的看法 所以我也讲了一句话 就是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 这个其中所隐含的意义呢 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实际上呢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 对内对外政策 都是和实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联系的 这个包括对国际上的 相对友好的政策 包括对国内呢 这个引进市场 发展经济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重心呢 一旦不在 那么当然这个后果呢 确实是非常多面 也非常严重 完全同意这个观众朋友的看法 好 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 就先讨论到这 感谢斯坦福大学 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吴国光 今天参加十四大家堂的节目 嘉宾呢 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呢 都不是个人观点 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不代表美国之音